如果你所依赖的光智能量被夺走 你会怎么办 面对赵尹博士的突然反叛 时隔多年的人数再度回归 解锁了德凯全新的战斗模式 基地内部 奏大看着少女们对德凯的评价 内心简直兴奋到了极点 但旁边的龙门却格格不入 毕竟怪兽出现的频率逐渐增高 再加上斯菲亚屏障的进一步加强 都让他无比担忧 与此同时 赵尹博士念念有词 身形举止充满了怪异 就在这时 神经大条的奏大从后走出 对赵尹博士做出的贡献 表达了自己深刻的致谢 看着离去的热血青年 赵尹不禁露出了苦笑 就在这时 斯菲亚能量突然暴动 随着绿色光束的不断喷发 先前早已被德凯消灭的扎尔沃斯 竟再次重新复活 根据对方的表现来看 极有可能是受到了斯菲亚尼奥莫斯的影响 见情况不妙 蒂斯队长当即下令 让所有防卫军进入了战备状态 就在奏大跟斯菲亚杂兵交战时 特拉菲扎平空出现 并连续射出三发光弹 打断了敌人吸收地球的能量 经过数回合的酣战 被彻底惹怒的扎尔沃斯 一脚将其踩到了地上 这十本想支援的纳斯蒂斯加农 也被对方轻松瓦解 来不及多想 驾驶胜利失救后的奏大 趁机打坏了敌人的肩膀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 扎尔沃斯就凭借斯菲亚的力量 恢复了自身所有伤势 接着扎尔沃斯喷出光束 击落了空中的胜利失救 意识到情况紧急 奏大立马变成德凯加入战场 哈乃次郎见此情景 直接推翻了眼前的敌人 接着德凯拉开距离 与特拉菲扎形成夹击之势 几招下去 不甘心的扎尔沃斯喷出光束 试图打乱德凯的阵型 但在千下等人的支援下 这招根本没有作用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 特拉菲扎抓住德凯战斗的破绽 趁机叙利起了自己的大招 可没想到 一名身穿蓝色服装的神秘人突然出现 将欲要发射的哈乃次郎 瞬间打成了瘫痪状态 而来者 正是念念有词的招颖博士 接着招颖一枪打出 将具有特拉菲扎力量的卡牌 插入了魔神枪内 然后化为光之粒子 彻底将善良的特拉菲扎 变成了恐怖的魔神 他告诉奏大 魔神是为了打败这个时代的德凯而造 自己绝不会手下留情 接着机甲魔神缓缓上前 在将德凯打飞的同时 反手喷出哥莫拉之力 将虎视眈眈的纳斯蒂斯 瞬间击落 没有了障碍阻拦 扎尔沃斯猛插地表 再次肆无忌惮地开始吸收 见情况不妙 德凯召唤乌英达姆试图反击 可在强悍的实力面前 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最后在对方的魔神炮击下 被打成了光之粒子 下一秒 接着招影举起手中的武器 跟黑暗魔神再度合体 人数见此情景 直接单手搓光抢夺光芒 然后在揍大震惊的目光中 变成了德凯从天而降 只见德凯率先出手 一拳将其砸至后退 接着在躲过敌人攻击的同时 反手打的魔神毫无招架之力 看着对方全新的战斗姿势 龙门一眼认出了对方 绝对不是熟悉的德凯 毕竟跟先前对比 战力根本就不能相互比较 更何况灵活的状态切换 再加上敏捷的身手 德凯此刻的战力 简直前所未有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 德凯蓄力使出奇迹之力 连续对敌人实施高速打击 接着切换强力形态 顿时化解了机甲魔神的所有攻击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非常精灵的招影博士 竟利用烟雾的掩护 顺势将德凯甩飞了出去 接着利用爱雷王之力 干掉了扎尔沃斯面前的胶囊怪兽 眼看自己的能量即将耗尽 旁边的德凯下定决心 准备使用索尔杰特光线 与其展开最后的较量